全部取消 天隔帶來的狂風大雨 即逢是天文章潮 東面兩岸的鯉魚門和杏花村 逃不過打大風時候的命運 再次嚴重水滲 而全日有近700宗的嵌樹報告 亦有嵌棚 以至罕見的吊船擊軌住宅以外 風暴期間至少129人受傷 澳門亦掛過10號風球 造成至少5人死亡 超過150人受傷 我們總結一下天隔造者影響 正由本港兩場嚴重的水深降起 香港再打風 杏花村由一次首當其衝 大浪一個接一個 海濱長浪變成水塘 要站穩馬才可以站穩 海水和強風影響整個屋苑 海水和強風影響整個屋苑 隨著天隔遠離 暴雨的影響有多大 在一個近海的停車場就可以看到 約兩米高的入口幾乎被掩抹 通往停車場的樓梯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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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據文說 以往打風都未試過這樣 估計最少有20至30架車在停車場裡面 給我看見 有兩年 也這麼多人 居然很快 但他們是人家來站下 工作的樓梯也一樣 而沒有辦法 而人家做大大廂 不是打風之前 哪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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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車到場,抽走積水,有消防Vion在場戒備 有保險業人士說,被震的車能否獲得賠償 視乎是買了哪一類型的汽車保險 如果車主只是買第三者保險 就要視乎物業管理公司有沒有做足預防措施 他們有一定基本的程序上發生事 他們應該怎樣去做,幫他們做完所有安全措施 真的發生這些事件,肯定這個就要買了第三者車主的保險 如果買的是全保,無論什麼情況下都可以賠償 大車主都要付一定的佔底費 無線電視機者張家河報道 除了恆花川,對外的鯉魚門也是打風不時水深的地區 今次的天價風暴也不例外 有居民用家水浸或是附近損毀避困 要由消防協助離開 消防員在馬華村對開,海水升到地面的水平 不斷湧入村內,消防員涉水入村 部分地方的水位已經過了大腿 有民居門口地陷,下面就是海 消防凸起梯和承索,救出兩個人 有居民要暫時投靠鄰居 有住在這裏幾十年的居民說,未遇過這樣的情況 剛才來到這條路是整條河的 由那條鯉都湧出來,噗噗噗地湧出來 沖海村內的路,不少的情況都是挺惡劣的 除了需要間水而行之外 水面下面也是沖了不少雜物過來 包括碎石和木板等等,情況是挺危險的 里沿門海濱酒廊 近海的酒家、碼頭全部被海水浸過 十幾間店舖停水停電,海鮮亦難逃一劫 水一浪打,蟹一隻,中藥,個個個沒有電污水 現在合幾多泡手沒有電污水 水泡漲了,燒了,當然有事的了,許燒就 水泡之後,村內留下一片片的泥泥 亦都可以清晰見到造成的破壞 無線電視機者,陳兆恆報道 在風暴期間,至少129人受傷 除了近700宗的嵐樹報告,亦都有嵐棚架 而土哥環一座住宅,更有吊船擊毀住宅的貨利場 紅磡這個屋苑,在早上大約9點 有吊船、爽滑而斷裂 在強風之中,左搖右擺 多次撞了單位的玻璃和大廈外牆 在天雅集廣期間,不少樹木都抵受不住強風落落 在天雅集廣期間,不少樹木都抵受不住強風落落 好似在這裏,那整條行印路都被樹木堵塞 完全行不到 潘塘聯合醫院外面,一棵大樹被強風 左外進出醫院的車路 救護車一度要將病人轉向其他醫院的急証室 在大澳道,這棵大樹橫躺在來回的馬路 大澳龍田村亦都有大貨車被吹倒方側 鑽石山大坑路,星河明居對出,有大樹倒塌 兩個警員在處理期間,被樹枝擊中頭部要送卷自理 關仔告示打到有樹木被吹倒,擊中一部警車 強風亦都將附近六個中心 並在這裏進行外牆維修的一幅棵架吹倒 無線電視記者來陷入股道 天鴿襲港期間,海陸空交通幾乎全面癱瘓 機場有大概480班的航班要取消 有旅客滯漏,隨著天鴿下午遠離,航班陸續恢復 機場兩條跑道會通宵運作 明早6時前,可以處理大概600班機 基本局說會增派人手協助旅客 提醒旅客確認機會後才去機場 下午有多艘船在香港附近擱淺 政府飛行服務隊一共夠起近40人 另外有兩個人實踪 飛行服務隊下午1點多接步 或一艘船在香港西南15海里擱淺 現場海浪高達10至14米 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救出其中12個輕鬆的船員 另外兩個船員失蹤 之後飛行服務隊在附近一帶發現其他擱淺的船 再舊起27人 其中一個人奔迷宋遠 下一次會繼續看一些風暴消息和國際新聞 在澳門也因為天鴿發出10號風球 除了水滲、水電供應都受到影響 達瀟普在鳳凰城舉行福吉尼亞種族主義衝突之後 第一場的政治活動 而果場內場外遭有示威和衝突 這一場的電視優勢 以上是超級大和多錢 現在一手樓只會用實用移植 表達面積和尺寒 開17天前會有資料詳盡的售樓說評書 3天前有銷售安排和假單 全部资料和成交记录都可以在买方饭市处和网站找到 清楚了 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已经生效 欢迎收看食品安心想知道为什么安全食材 看看以下几位人士怎么说 我做食材买手这行这么久只会让可靠供应商落货 我入厨40年,告诉你,记得要看食物标签 我做大厨这么久,从来都不会用变坏了的食材 我当然不选直接动用这些对孕妇风险较高的食物 祝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妈咪,好饿啊,快点啦 食物当然要煮熟才好吃啦 预防来源带到你的肠胃炎 我帮你啊 洗手先啊 爹爹,今天有学校有来哭啊 咦,有病就不应该回来啦 老师教我们清理完牛肚物或牌射物 要用1比49加用票败想射到哪些地方 嗯,清理完和可以完厕所? 一定要洗干净对手啊 吃饭啦 洗手先 我每天都上场清网1123 它是尊为老友叫尔切的网站 上去一看就知道哪里有东西学 有什么保健食疗等等 我都会去看看有什么资讯 可以帮我照顾那些老友记 咦,楼下家老人充心有新的动物啊 妈妈,我们先去去听这个健康广告 咦,一、一、二、三 掌者上网很简单 你先来看看吧 VTC的持续进修课程 比赛职学员就自己的专业范畴进手 增强竞争力 我们的课程理论与实际并俗 符合业界和雇主的需求 我们亦投公国知灵架构认可的课程 作学员在进修阶梯迈向目标 We can arrange a local tour for you 我们每天都搭电梯升升降降 但对电梯的安全要求就要有声无缸 新的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已经实施 有关负责人 催确保升降机和自动梯的安全操作 必有妥善的维修保养 条例引入新的准用证 以便公众监察 同时实施工程人员注册制度 进一步保障公众安全 我们有效能的 我们要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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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美的车 我们要练习 过去洗水 走 迎来 新聞時間,天鴿吹襲本港之後輪到澳門,澳門接近中五懸罐十步風球,力時三個多鐘,當局接駁超過五百鐘的事故報告,風暴造成至少五個人死亡,一百五十幾人受傷,熱點力及食水供應亦受到影響。 天鴿在澳門亦造成嚴重影響,內港一帶水浸嚴重,一些車因為感死火, 行經不少地方都要涉水,不同的只是水入和深,水塘附近就有浮波上了馬路,筷子機和青州一帶亦都水浸,有街市底層蝙蝠被掩握, 這幢大廈大部分單位的玻璃被風吹到碎裂,當局接到超過一百六十鐘,嵌雪和棚架倒嵌等事故報告, 澳門當局說,風暴期間意外死亡的多人,包括一個持有外地僱員身份證的男人, 另外一男一女,在十二初五街,一間梁牛店被困地爐,救出之後送院證實死亡。 而由於澳門主要供電來聯珠海,供電系統故障,導致澳門大停電,有醫院亦都受影響,要啟動後備發電機, 民防中心呼籲市民節約用電,另外澳門多個水廠亦都受風暴影響,只能夠有限度供水。 來往澳門和香港的海路交通亦都受影響,澳門外港和探紙客運碼頭部分的設施,包括系泊設施,等船和機電等等, 風暴期間有不同程度損壞,需要搶修,而之後要通過檢查才能夠確定復活時間。 Mousseline's記者陳少豪不讀。 天隔在珠海一帶登陸,亦都帶來強風暴雨,珠海市停留情況。 珠海由早上開始,風勢不斷增強,海面風高浪急,大浪不時湧上岸邊。 隨著天隔登陸,雨勢亦都越來越大,有帶著被強風吹淋,部分公路需要關閉。 珠海超過7萬人要疏散,有邊站站的線路受損,至少68萬戶停跌。 天隔是今年影響廣東最強的颱風,最高的風力時速是186公里,打破東地的風速紀錄。 那些傳媒報道,風暴造成多人傷亡。 轉換其他消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轉抵杭州訪問,先後與接江省領導和阿里巴巴創白人馬雲會面。 馬雲說對他的公司未能在香港上市感到遺憾,由占潛榮在杭州報道。 林鄭月娥在杭州淘寶城和馬雲會面。他們一起參觀科技產品的示範。 陪同家還有接江省副省長梁麗明。馬雲在致辭的時候說,她對阿里巴巴早前未能在香港上市感到遺憾。她稱讚香港有獨特的優勢。 馬雲又說,阿里巴巴即將成立踏入18周年。由當初在杭州只有18個員工,到現在全球平容超過5萬人。 林鄭月娥之前在上海和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會面。韓正說,希望進一步完善互港經貿合作的機制。她說,香港在金融方面的建設值得上海借鑑。林鄭月娥也希望兩地合作可以更進一步。 原定在晚上回香港的林鄭月娥,航班受台風天鴿影響取消。她要在杭州逗留一晚。 無線電視機就在沈前無形看杭州不得。 財經方面,本港的股市、期指、夜市及今時因風暴全日停市。 看看外圍股市的行程。 歐洲股市方面,三大指數全線向下。 道指暫時跌了68點,報21831點。 美軍因應第七艦隊軍艦截連發生撞船意外,決定解除第七艦隊司令奧富安的職務。 至於驅造艦麥海恩號的撞船原因,有報導引述專家推測可能涉及黑客入測。 麥海恩號目前仍然停泊在新加坡張宜海軍基地。 搜救人員早前在碰撞受損船艙的位置找回多具遺體, 並繼續搜索其餘失蹤水兵的下落。 失蹤水兵包括23歲,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帕爾麥。 他的家人希望他仍然生還。 海軍只是尋多方向調查麥海恩號 星期一和運游船相撞的原因。 對於麥海恩號,據報在事發前,船船突然失靈。 有美國傳媒就引述專家說, 未關在兩個月內,兩度發生碰撞事故。 背後原因多於人為因素, 推測導航系統可能遭黑客入侵。 美軍強調,目前沒有跡象顯示, 事故涉及黑客攻擊,但不會排除監察任何可能。 包括麥海恩號,第七艦隊近期已接連在亞洲區域發生事中碰撞事故, 造成多個船員死亡。 美國太平洋艦隊宣布, 由於對第七艦隊司令阿富安的鐵輝能力失去信心, 決定將他解職。 阿富安員定下月離任, 接待他的太平洋艦隊副司令索耶將會即時上任。 無線電視記者院明珠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鳳凰城舉行集會,呼籲國民團結, 並且再次指責傳媒報導失實。 集會後有示威者和警權衝突,多人被捕。 配備防暴衝臂的警察敗開, 並寫私放胡椒噴霧和吹律氣體, 推散示威者。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二, 在亞美桑那州鳳凰城舉行集會, 場外有示威,當地傳媒說有幾千人參與, 有人向警員釘石和釘瓶, 之後爆發衝突,事件中多人被捕。 今次是特朗普自夏洛茨維爾種族主義衝突以來第一場政治活動, 他呼籲國民團結。 對於傳媒報導,他在衝突之後說雙方都有責任, 又沒有即時譴責3K等等等等, 他再次指責部分傳媒報導失實, 歪曲了他的律師。 集會結束之後,特朗普在社交網站發問, 再次批評傳媒,說媒體不但為仇恨組織製造平台, 更加對街頭暴力示威視而不驚。 母線電視記者出逆餘報導。 有隻班尼會說下金正恩對北韓導彈發展的新指示, 國際人士部亦都會講到北韓的。 美國傳媒一項偵查顯示, 華府對北韓實施的聲勢材, 聲勢大過實際。 這警車裏面裝著的不是賊, 而是雪糕, 為何會這樣呢? 這只是碰了火韓風寺。 又會介紹一下日本這個分禮業的新幫手。 《天潔深演唱》 《川普傳媒時光公司》 《宮城》 《川普傳媒時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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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才給到他們公平的機會 為下一代公堅廉結將來 四十年以來,香港一直勝在有你和ICAC 她說話好像我媽媽 照顧好自己 她清楚我們的病歷和家庭狀況 有病,總有適合的治療方案 預防同樣重要的 我們體開的家庭醫生 有病,不可以自靠吃藥 照顧好自己,我覺得有責任 家庭醫生,家庭一分子 健康好拍檔 找健康好拍檔? 瀏覽基層醫療指南網頁 或流動應用程式 我們是紅蝦當 吃不完,不要拿那麼賣 吃的那麼多,真是浪 嘩,嘩,煮那麼多,他們哪裡吃得曬 吃得的,就不要浪,真是浪 不要浪費,不要浪費 買買買,是敢買,買完回去 擺擺到過期,就要浪費 吃得浪費才好買 吃得浪費才好捱 甚至更真歸切,脈狼廢 做人要識食,千萬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做大浪費,識食為香港 那一年,阿仔遇上交通 以外離開了我們 現在我們還很掛著牠 因為阿仔說過 支持器官捐贈 我們成全了牠的為願 人家幫了我 我都要幫人 我要將這份愛延續下去 支持器官捐贈 快點上網登記 家人的支持都很重要 如果小姐會出國,如果已經沒有了 就學好基本法,練好基本功 師傅,什麼基本法用得住嗎? 用得住,用特區護照可以超過140個國家都可以免簽證 香港居民的旅行同出入境自由都受到保障 想知道多些就要熟讀基本法,練好基本功 職業安全,以差萬全,建造及裝修維修工程 多涉及高處工作,人體下代意外足以致命 使用安全設備,預防意外,家人就放心些 資料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帶給你 聖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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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导有引述金正恩说 透过多次试射导弹 验证了重返大气层的技术 间接反驳外界对北韩导弹发展的质疑 美联社分析朝中社发放的其中一张照片 说金正恩背后两张设计图 相信是北韩正研发两款新型导弹 包括北极星3号和火星最新型导弹 有分析认为北韩选择在美韩举行年度军演的时候 发放金正恩视察报导 是要向华府和青亚台施压 而朝中社对上一次有关金正恩的报导 是关于他暗示推迟向关岛周围发射导弹的计划 美国国务卿大乐心对北韩近日表现黑制表示欢迎 总统特朗普也都说局势有转行的迹象 金正恩 I respect the fact That I believe He is starting to respect us Maybe Probably not But maybe something positive Can come about 无线电视记者 戴豪因报导 面对北韩的连分挑衅 美国近期都加强制裁 等于似乎出用不大 美国有传媒偵查 发现有和北韩做生意的企业老板 能够在美国投资置业 显示制裁有漏洞 位于纽约市郊的这间大屋 价值过百万美元 屋主是一个逆阴性酸的中国籍男人 中国公民在海外投资置业一点都不出奇 但其就其在 实际上这个男人是一直和北韩有生意来往的商人 美国星期二宣布制裁多间和北韩有关的企业 包括丹东智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怀疑这间公司协助北韩被过制裁 根据资料显示 丹东智诚的电邮地址 和另一间叫做丹东东源实业的公司一样 而这位孙先生就是丹东东源实业的老板 当局秘密监测丹东智诚在美国的八个银行户口 发现自09年开始 涉及北韩的交易金额达到7亿美元以上 而海关记录显示 丹东东源2013至2016年期间 向北韩出口价值2800万美元的货物 包括无线电辅助仪器 有专家相信 可能包含弹道导弹的指导装置 美国面对北韩多番挑衅 加大力度制裁 但成效不显著 更加换来一次又一次的核心 有报案专家认为 和北韩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在美国买楼 显示当局制度有漏洞 也都有分析批评 美国对北韩的制裁是指老虎 即使以加加强制裁 对北韩实质影响不大 北韩也都不会轻易奉弃发展核武 无线电视记者出业余报道 美国警民之间不时有磨擦 在波士顿 东地的警队都连来有一个 特别的方式去维系警民关系 听到这个熟悉的船 小朋友都急不及待跑向同一个方向 但这辆并不是普通的雪糕车 它还可以发出另一组声音 波士顿警员格拉布斯 又是时候展开特别任务 当地警方发现 近年市民都不愿意和警察接触 唯有想方法令警民关系破冰 又市民对警队重拾信心 警队以内部慈善基金 购买雪糕车深入社区 将商家捐出的雪糕送给大人和小朋友 计划实行7年以来大受欢迎 派出的雪糕超过15万杯 警队期望这个简单的行动 可以为双方建立正面积极的关系 好 好 好 顾意 敲亏 机械人的用途越来越多 连身后事都可以换它们 日本有一款法师机国人 一起看一下 这一个机械人法师 下目语等语景 跳线 动作有板有硬 坐在她身後的住持似乎滿意她的表現 這個法師機械人叫做佩柏 在日本東京一個殯儀業展覽亮相 由當地科技公司聯同業界設計出來 精通不同經文 能夠按照離世者家屬的意願 在雙禮上仲經幫忙主持法事 在日本,雙禮通常會有仲經 研發佩柏的公司認為 隨著近年日本人口不斷老化和減少 住持所收到的奉勸亦都日益減少 部分甚至不時要惡出做兼職 幫補日常開支 佩柏正好幫到手,減輕住持的負擔 而且佩柏亦都是較為經濟的選擇 收費只是一般所需的大約五分之一 不過有意見認為 雙禮始終涉及傳統宗教儀式 電子化未必人人接受 無線電視記者陳榮儀報導 第二方面 英格蘭射手朗尼宣布結束 14年的國際賽生涯 朗尼就說這個決定很艱難 不過相信是正確的 朗尼在社交網站發表聲明 表示早前獲英格蘭代表隊 在主席收夫基重召 不過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覺得是時候結束國際賽生涯 希望集中精神為愛華頓效力 31歲的朗尼 17歲開始代表三絲兵團 上陣119場攻入53球 是英格蘭史上入球最多的球員 這位曼聯前隊長 重返愛華頓之後表現回勇 早前對曼城更加射入職業生涯 第二百個英超入球 美國紐克文女子網球賽方面 中國的彭帥打入去八球 8號總子黃森的彭帥 第一圈虎箭三球之間贏 今天的影片